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都要跟 要十分 都要跟 恭喜你 恭喜你 好了啊 来来 好了啦 搬走快 OK 刚刚叻 没有提前先跟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情况 就突然间唱生日梗 卡到谈 是因为叻 阿旺一直叫我帮他搬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机会跟你们解释到 但是 像我这种 这样有经验的 拍影片的人叻 我就是 我的CAM叻 随时Ready好 然后 他们一进来过后 我就直接RAWCAM 拍了一场生日梗 还没有到他生日梗 多21分钟 就到他生日了 对你来讲什么 所以对我来讲 w cob 好 阿旺现在要切他的生日蛋糕了 他今年的生日第一天入住 是在新夹庆祝生日的 啊 多少岁啊 28 32 38 3 4 5 3 4 5 OK 來 哇 好冷藏喔 然後沒有人要理他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他自己在那邊借 自己在那邊爽 為了拍Story罷了啦 你以為他真的要切咩 你看 OKOK 很像你 這個半島很像喔 像你XX的阿琳 走喔一眼睛 拍影片耶 不是啦 他的顏色 嗯 你講阿琳 你像我綠綠的 顏色像你 像我 Good afternoon guys 現在我們在吃著鳳凰服 因為今天是阿王的生日嘛 所以就不可以躲在家 因為一定要把阿王帶出來 帶他去逛街一下 然後阿王叻 今天這個壽星公叻 他就坐在我隔壁 有什麼話想說嗎 座位講得像Q-HOP去 因為 沒有喔 就突然間這樣喔 等等看喔 哇 又很尷尬還帥喔 然後他們呢 就坐在那一座 他們已經開始吃了 你看 完全沒有等人的 他們 完全不等人的 我覺得是 你們要幾個放 所以等下你們自己要放在裏教 OK啦 所以我們 就先試一次我們 我先 等一下再給你們看看 我們有什麼節 哇 OK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一間 AI Home 然後這邊有一個 麥克風還有一個speaker 然後TERRY咧 他就想要唱十六個秒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生日耶 我生日耶 欸 外面了 好啦 今天有Promotion 我今天帶 Cherry 來到這個 他很喜歡很喜歡的地方 我相信你們看我這個背景 你們都知道這個地方是什麼 他很不能的這種東西 這種 玻璃碗啊 玻璃盤啊 來到這種地方 簡直就是他的天堂 他很喜歡看這種碗 真的耶 我是碗控 沒有 我是餐具控 餐具控 真的 他看到這種餐具類的東西 他整個好像看到一堆線 在他眼前 很誇張 所以咧 今天就來到這個 看碗 玻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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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種Category的地方 因為我們新加那邊 就是 碗不足夠 你知道嗎 碗不足夠 碗盤那些不足夠 所以今天就 他來選一選 這些目前是他選到的 這個是他目前選到的 這種 這種碗咯 然後 然後 這個是 blend的 空了 對 因為Cherry喔 他有一個原則 就是他覺得啊 任何一樣食物啊 放在玻璃盤 玻璃碗上面啊 都會變成 格外的好吃 格外的有味道 真的真的 你們去try 尤其是用 鐵的 尤其是用鐵的筷子 還是湯匙 鐵的筷子跟湯匙 就變成會更加好吃 對會更加好吃 真的真的 我不懂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啦 就是用鐵的筷子啊 然後配玻璃碗啊 會比起這種用 plastic筷子 plastic碗會更有味道 會更好吃 我覺得應該會 有些人會跟我一樣啊 對 如果有跟他一樣的人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一下 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 有這樣多的人 會有這種想法 嘿 今天是我們 第一次 在我們的這個 家這一邊 來打他的羽毛酒場 然後 看到嗎 嘎唱我們已經帶了 因為現在是MCO期間嘛 就 今天是正式開始 MCO3.0 所以 全部人都必須乖乖 帶在家裡面 不可以出去 但是 我們這邊的那些 遊樂設施勒 是可以用的 但是是有限人數 可能好像是 一個 一個遊樂設施 只可以五個人 就比如講 一個游泳池裡面 只可以五個人游泳 這個是我們這一邊的那個 他的SOP啦 所以 哇 一邊走樓梯一邊講話 真的很凌喘 很喘 很喘 啊 怎麼這樣下了咩 怎麼這樣下了喂 我已經轉了很多圈了 我已經轉了很多圈了 OK 所以 我到了羽毛球場先 再給你們看看 我們這邊的羽毛球場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自己很好奇啦 我們這邊的羽毛球場 是什麼樣子 喔 這裡是七公園 喔 這裡是七公園 現在很安啊 看什麼 完全看不到啊 喔 羽毛球場在那邊 哇 我聽到他們講 那個羽毛球場很highclass喔 我現在也 非常的 期待 所以 看看一下 哇 不錯喔 喔 不錯不錯不錯 OK 現在給你們看看 我們這邊的羽毛球場 後面還有一個籃球場 這邊有一個籃球場 雖然是小了一點啦 可是是 蠻好看的 那你們去 看一下裡面 這樣子喔 是小了一點啦 可是蠻好看的 然後 這邊有兩個羽毛球場 那一邊那個是 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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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剛剛已經打完一場了 剛剛已經打完一場了 所以現在再給你們看一下 這邊喔 就沒有什麼特別啦 就是一般的 羽毛球場喔 對 沒有什麼特別 幸好我們現在是住在 Condor這種地方 所以MCO的時候 我們至少還可以打一下 羽毛球 不然MCO不能夠出門 我們真的是會在家罷美喔 今天是5月15號 然後我的上一個鏡頭 我們去打羽毛球的那個鏡頭 已經是 6號的事情了 因為我剛剛看電腦 看了一下那個鏡頭 是6號的時候我拍的 對 所以我將近 9天 沒有拍到Vlog 原因是因為 因為現在都已經MCO 3.0了 然後每一天都待在家 所以我覺得 沒有什麼東西好記錄啦 唯一一個值得提的就是 我剪了頭髮 對 剪了這個 很短的髮型 因為MCO 3.0嘛 腰牌都不能夠出去剪頭髮 所以我直接一次過把它剃到 把它剃到短一點 就是一陣子都不需要去理髮店剪頭髮 嗯 現在看我穿到這樣子 就知道我滿有出門了咯 但是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那一局 MCO 3.0 不能夠出門 所以我現在 我們是要去阿王他們那邊 因為阿王在我們對面那一棟吧 就在 這一棟樓 所以現在咧 我們就要走過去阿王他們那一棟樓 跟他們面前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去 Benny 他們的那一個 unit那邊 因為 今天過了12點之後 也就是16號 是Benny的生日 所以 對 生日日常 還是 要給一下 小蛋糕 給一下小驚喜 這樣子的 然後今天我們也準備了兩份禮物 要給Benny 然後那兩份禮物咧 現在都是 Bear Brick 就是因為其實他前一陣子還有講過 他有想要 呃 買幾支Bear Brick來放在公司 因為我們公司現在 也裝修差不多完成了嘛 他希望到時候他的Office 可以擺設幾支Bear Brick這樣子 所以我們聽到他這一句話過後咧 YES 就買了Bear Brick送他啦 OK 我們現在就前往這去 找阿王他們 然後 呵 小可愛 我們用這個環保袋 來裝著他 嗯 因為我們有在淘寶買了那個 寵物的叫什麼 太空草 有 太空草也有 然後 這個帶裝寵物的帶 對 就是那種 帶寵物出門的那種寶寶啦 但是還沒有到嘛 所以 目前就用這個環保袋裝他 然後每次看到這個環保袋 一拿出來的時候 他就知道他有的出門了 所以他就會非常的興奮 對 可是他今天有點不開心這樣 原因 可能是因為 他在穿著衣服 因為每次我們幫他穿了衣服過後 他的感覺就好像 他好像不會動這樣 他好像Stay著這樣 然後整個 整個硬硬著這樣 所以我感覺他好像 不是很喜歡穿衣服 但是為什麼又要幫他穿衣服咧 是因為剛剛我們幫他衝了 所以就 幫他穿一件衣服 所以他就不會這樣快的 又在骯髒 可是他好像 不是很滿意他的衣服 所以我有一個想法 DCNB要出一件寸物而已 他可能會喜歡 可能是因為他沒有穿DCNB的衣 DCNB的新款 還有DCNB的衣 誒! 要走回宣傳一下DCNB的衣服 我很認真 OK 所以 我真的也是很認真 我覺得可以出一下寸物而已 OK 所以我們現在到了 我們這一個建築物 我們要上去 OK 他們到了 猜猜是誰 哈 阿Wingo啊 他有反應啊 終於 嗯 好 祝你生 生日快樂 齁 齁 沒有戴口罩 啊 工藝好抓到了 沒有戴口罩 雞雞都夠 講喔 所以你要什麼分 什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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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的生日什麼分 就這樣啦 很重要 你生日不重要啦 只是 聞一下這樣 那是很重要的 哈哈哈哈 那時候你生日 那時候你生日了 你的生日蛋糕 是他跑出一包包包裡的 所以你今天有幫他買到他的蛋糕 有喔 萬事俱備 萬事俱備 之先肥仔 肥仔 肥仔肥你 好嗎